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为各位查考的经文 只有一节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 题目是怎样才是出死入生 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 主给了我们一个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 这个命令呢我必须讲是反人性的 所谓的反人性在这里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是反人性中的自私和真净比较的 人与人之间很难做到彼此相爱 那除非是对方先爱我 我再能够爱回去 而且还带着是试探和一点怀疑的态度 去一点一点的更加相爱的 这就是两个人的相爱 以及彼此作为人生伴侣的一种过程 这两个人的相爱到组成家庭 在增添家庭的成员 这就说明在人里面其实是存在这种可能的 这个造人的神要比我们自己还要更清楚 除了造人 他也同样创造了蜜蜂和蚂蚁等群居动物 蜜蜂和蚂蚁在彼此相爱上要比人好多了 如果人人都能像他们那样彼此相爱 那人又是会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呢 没有人知道 总之神给了人这样的命令 但是连律法都守不全的人 能够贯彻执行这个命令吗 当然是不行的 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爱人 那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保罗在著名的教会书信 《以佛所书》里面是这样说的 要信徒们凡是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保罗的教训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谦虚和温柔是可行的礼貌 忍耐和宽容也不是那么难 在彼此联络时用着和平的态度 我想这些在好一些的教会里面 也是可以差不多做到的 最主要的是 祂是要我们竭力 也就是尽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圣灵会赐给我们何而为一的心 主给了我们命令 圣灵当然会要成全这个命令 所以圣灵赐给我们这样的心 而我们只要保守就好了 而且是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这我们确实是可以说这是可行的 之所以只是要我们竭力去保守 而不是成败在此一曲的死命守住 那就是因为圣灵给我们这样做的心 而圣灵会继续不断的加强我们这样的心 因为神是知道我们的软弱的 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尽力去行 爱人绝非是一件简单的事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中也说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 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真是不容易 然而什么叫做竭力尽力呢 这里并没有什么文字可以规范 那我们为什么要真正的竭力和尽力呢 答案就是在约翰一书的这里 约翰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是已经初始入生的 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 主给了我们一条命令 不是一百条也不是十条 并且他也赐下了帮助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他的应许之中呢 是我们重生成功了 那是因为是牧师给我们施洗了吗 不是的只要愿意 差不多谁都可以领洗 这个并不是证明 那是当我们可以说方言了 这证明我们是有圣灵的吗 这也很难说 因为人可能会为了要显摆自己能够说方言 就期盼甚至是强烈要求自己的身体 能够说出方言来 有许多这样的人最后就说出了肉体的方言 而非是由圣灵而来的方言 要看到重生是真正的发生的 那就是有一天我们真正的感觉到 我们会真正的爱弟兄了 是爱每一位弟兄 而非只是某位弟兄 那可能只是一种感情而已 约翰这样说 就晓得我们是已经出始入生了 并说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 为什么约翰这样肯定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爱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 那是反人性的 而圣灵会重生我们 不管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 并如何的使用我们 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 让主赐给我们的命令能够成就 于是就有哥林多前书13章就讲到 这个爱的重要 保罗甚至说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这爱是如此的重要 甚至就是生与死的差别了 愿上帝怜悯和帮助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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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